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博文焦点 今天给大家的最新消息 就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 来自秘书里州的姜霍利 还有众议员斯坦尼克来自纽约州 这两个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了一个决议 决议的内容就是对中共在这次中国病毒的传播过程中的隐瞒 提出赔偿 他们号召要求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机制进行独立调查 从而让中共对全世界这么多受到武汉病毒的影响的给予赔偿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中共负责任 这也是美国政界最近传的很长时间的 今天终于有两个国会议员开了这个头 所以我们现在先跟大家飞 先给大家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最年轻的参议员霍利 他呢 我看了一下 他是出生在1979年到现在为止 1979年12月 所以到现在为止 刚好40岁 他是这个 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 他确实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 人才 因为他 他的这个学历非常高 他是这个 本科是在斯坦佛大学读的历史 他当时毕业的时候 好像是他们这个系的应该是最高分 然后毕业之后后来去了耶鲁法学院 读这个接地 就是法律博士 他当时这个 在 耶鲁大学毕业之后 他后来去他这个家乡 就是秘书里州这个秘书里州州立大学的这个法学院 他是年仅32岁就当了这个助理教授 教授了这个宪法 这是年纪经济而起 然后呢 他又在2017年竞选这个秘书里州的检查总长相当于就是秘书里州的司法部长 然后也成功成功这个选上 然后这个获利这个参议员呢 我最开始关注他呢 除了他是参议院最年轻 40岁最年轻之外呢 还有就是在去年 2019年这个香港爆发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中 美国当时是有几个这个参议员去支持香港 其中到了现场的 其中到了现场的呢 之一就是这个获利参议院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是吧 最早是众议院通过 然后移交这个参议院 就是在这个法案移交到参议院之前 这个获利参议院呢就专门从美国飞到香港 他去了现场和香港的年轻人就在一起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香港的行政养官林罪月娥还说 这个我们不欢迎这个美国参议院去 所以获利参议院在香港的反送中抗议的现场 就用这个手机录下的抗议者的对话 然后他就说香港的这个人民不用害怕 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人 都是你们后面站在你们后面 是你们强有力的支持 是你们的盾牌 所以呢 这个获利参议院回到美国之后就成了这个 联署了这个参议员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参议员 包括这个得度的这个参议员是科特 是吧 当时他也联署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事情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参议员看上去挺年轻 是吧后来专门查了一下好 大家知道七九年 四十岁也就比我大三岁 是吧 我觉得他这个后面的前途真的是无可限量 说不定那个过个十年二十年还可以出来竞选这个美国 是吧 所以他这个这个他和这个来自纽约州的这个众议员 因为他们是美国是两院嘛 大家都知道他在参议院提出了这个决议 然后那个斯坦尼克就是来自纽约州的那个 他们当然他们都是共和党的提出了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的这个内容 是是一样的 是吧 他们就逆数了 当然大家也知道 这个在截止到今天在美国已经有两起民事诉讼 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是德州的 是吧 都是这个控告中国政府是吧 包括这个中国政府下属的 有什么湖北省政府国家卫健委这些 那个其中的在在德州提出的这个控告呢 他这个金额也提出来了 是吧 总共是20万亿美元 是吧 因为他说全世界这么多这个 当然他当然他说全世界受受伤害这么多人 但是他当然是在美国起诉的 但是主要是这个就是在德州的 他这个起诉了实际上就陪美国这里是吧 因为这个武汉病毒死亡 或者说是生病的人是吧 总数是20万亿 现在就等这个法庭决不决定决定立不立案 是吧 当然这个文学国际法都知道这个国家主权豁免 是有这么一个原则 但是呢 他不是什么时候都豁免是吧 在有一些情况下他可以这个进行 因为这个可以被追究他的责任 是吧 当然这个我们要看这个法院 先看这个法院受不受理 其实受理之后 看看中国这边会有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是吧 很有可能他就是外交部说这个国家主权豁免 是吧 你这个理由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看美国的法律 他到底在这个这个国家这个赔偿 这个事实上面是怎么是怎么定义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今天这个获利参议员和这个斯坦里克 那个众议员提出来这个决议案呢 他就是要求国际社会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 去调查这个中共隐瞒这个武汉病毒 是吧 应该最开始隐瞒 然后呢 除了他把这个因为网上一爆出来了 这个湖北的这有些实验室有这个样本 结果中共呢 是让他把这个样本都销毁了是吧 然后更不用说我们都知道了 让那个李文亮的八名医生这个风口 其中这个美国这个驻呃国务院这两天又爆出来 就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武汉病毒的基因图 分享给美国的科研机构 就是这个国家呃这个国立呃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而是上海的一个大学的一个一个教授 具体名字我忘了大家可以网上去查 他通过这个科学处境给这个美国同行 分享了这个武汉病毒的基因图 就是因为他分享了 结果马上中共第二天啊 可能是呃就下令把他的这个实验室关闭 以莫需要的罪名把他实验室关闭 所以呢这个分享这个武汉病毒基因图 不是中国政府的行为 而是中国有良知的应该是上海这个大学的这个教授 做的这个行为是吧 具体是谁大家可以查查 因为我我我忘了 所以这个这是要给大家澄清的 包括外交部之前说的这个什么 我们没有接到美国政府的援助 他这里偷换了个概念 再给大家澄清一下 因为美国的援助 大家都知道美国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援助 那都是纳税人的钱 那要捐助起来那要严格的条款 所以美国当时捐的17吨物资 很大部分是美国的公司 或者是私人或者是这种基金会 或者这种呃慈善组织捐助的 是吧 所以外交部是收到了 我上次跟大家上次节目也跟大家说了 国务呃美国国务院也说了 是17吨这个各个各式各样的医疗物资 是美国社会各界捐助捐助的 是吧 他是说到美国捐助的 他这里故意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是吧 所以这也给大家说 美国捐助政府和民间不同 政府有很强的限制 因为都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民间呢 他就没有没有那么多限制 所以这个外交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外交部说的话 一定要仔细看 是吧 他因为是经常就是撒谎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的这个消息就是川普也说了这个希望在这复活节也就是下个月4月12号重启美国经济 今天这个股市 美国股市已经涨了两千多点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一点几的增幅 我估计如果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 是吧 因为不可能一直封城下去 到复活节这个美国经济重启是吧 美国走入正轨之后 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这个决议是吧 要这个中共付出代价那基本上就要这个付出实施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无缘无故是吧 来到这么一场大灾害 因为截止到今天美国全国已经有5万多人感染 然后死亡人数好像是今天是过了600 所以美国普通人美国政客都会记住这个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给美国带来的危害 所以这个一旦他们的这个现在因为这个当然现在最大的是抗抗疫是吧 抗击这个武汉病毒 但是一旦下个月他们走出来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 下一步就是要联合世界上其他国家 因为我们看到意大利死亡人数最多是吧 还有英国还有法国还这些 就全世界这个受到这个武汉病毒伤害的国家就是就应该联合起来 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机会来调查中共隐瞒武汉病毒 然后就中共负责做出赔偿 金钱如果不赔偿 如果到时候上国际法庭 如果中共耍赖那怎么办 就把中共在国外的这个财产全部这个冻结是吧 然后拍卖 因为你不干 当然有网友会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又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我只能说有可能是吧 因为以中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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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猫金 但是更加有可能的是中共内部发生激烈内斗 把习近平弄下来 把习近平本来就是习近平的责任是吧 就让他做替罪让他承担这个责任 然后和其他国家搅合 然后再具体商量非常适合 所以这个新冠病毒或者武汉病毒有可能就是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导臣 好今天给大家分析到这 谢谢大家